作业影应激 今天看到好多新奇的发明 太厉害了 对啊 人类的创意无限 对吧 丁丁 吃水果 怎么又在看漫画 下星期就要开学了 你的暑假作业到底写得怎么样了 好了 知道了啦 最讨厌写作业了啦 有了 如果我能发明一台作业影音机就万事OK啦 好讨厌喔 今年的暑假作业好多 害我都没有时间看卡通 对啊 为什么当学生这么可怜啊 上学时每天有功课 暑假还有暑假作业 丁丁 以前你不是常说写作业害你都不能看漫画 最近怎么都没听你抱怨啊 其实我正准备进行一个伟大的计划 什么伟大的计划 我打算发明一台作业影音机 作业影音机 我都想好了啊 只要把空白的作业布放进去 按下按钮 不用三秒钟 作业就能自动完成 听起来很厉害耶 但是你真的能发明出来吗 对啊 发明东西很难吧 这你们不用担心啦 前天我和我爸去看了一个创意发明展 我爸说人类的创意无限 我这么聪明一定没问题的 所以这几天 我打算把剩下的漫画看完 反正有了作业影音机 根本就不需要花时间写作业 对了 你们也不要写 到时候我把作业影音机借给你们 不用了 我还是自己写吧 谢谢 作业还是自己写比较好 随便你们啦 这是什么意思啊 做不都看不懂 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出作业影音机啊 为什么跟小的不一样 什么 什么 丁丁 你要起来咯 不然上学要迟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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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啦 我的作业影音机 啊 什么影音机啊 为什么我借了这么多书 又整晚熬夜 还是做不出可以自动写作业的作业影音机 作业影音机 你真是太异想天开了 哦 我知道了 逛了一次发明展 你就以为发明东西很容易吗 因为爸爸你说人类的创意无限 我猜 创意跟投机取巧是两件事吧 那些成品都是发明家花了多少苦心跟努力才完成的 你不过借了几本书 以为熬个夜就想速成 再说写作业是学生的本分 什么作业影音机 你没听过自己的作业要自己写吗 爸爸 我现在知道了 与其整天想着偷懒做白日梦 依赖什么作业影音机 不如靠自己脚踏实地地完成 我知道错了 现在不但作业影音机没发明出来 我的暑假作业也没写 我完蛋了 这就是投机取巧的后果 希望你牢记这次的教训 以后别再犯了 我以后不敢了 大家应该都有过想投机取巧的念头吧 可是下场往往都不怎么好 或许这就是告诉我们 凡事要靠自己脚踏实地完成 走捷径通常只会弄吵纯拙 得不偿失